荷蘭國家電視台報導 一名男子揮舞槍枝闖進了攝影棚 要求上電視 晚間8點的新聞播報因此中斷 不過這名男子迅速被逮捕 事發在當地星期四的晚上 一名衣着整齊的男子 闖入了荷蘭電視台攝影棚 電視台稍後在網頁指出 槍手以面英手槍 破令保安員帶他到編輯部 警方接獲報案之後 迅速包圍了整棟大樓 並且疏散大樓內的職員 警方命令槍手放下武器 槍手沒有反抗 隨即被捕 事件中並沒有開槍 也沒有人傷亡 也是因為工作人員的疏散 因此新聞播報因此中斷 而男子的動機還在調查